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北京北京》 2003年我到了北京 开始了北漂的生活 那时候我才知道 北京的地下室还有地下四层 地下四层的房租非常便宜 但我还是选择了地下二层 因为我比较喜欢住在高层 和我一起到北京的还有一个朋友 他叫大亮 他说过很多大话 他说总有一天他要买下整个北京 虽然当时我们连整个的北京烤鸭都买不起 有一年过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中介扔掉了他所有的东西 我过去想拿点有用的 被案子交了三个月房租 我问他你东西怎么办 他说你扔了吧 我说那你的吉他呢 他在那边想了想说 扔了吧 当我住在北京的合租房里 隔壁的情侣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每天晚上的鸿鸣和电钻指引 我似乎听到他翻衍了新的生命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我却想死去 如果可以选择 我想当个明星 最后娶个外国姑娘也行 北京234567 北京 住的房子到公司有几十公里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老板也送你个火箭吧 人们每天在地铁里相互拥挤和外交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揉脚 没有关系聚了也比和解高 我在这里弹琴 其实我也可以 你继续 北京234567 北京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 人们把我卖在这里 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全脸的东西 在这儿有太多让我全脸的东西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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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23456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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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到这些被我淘汰的选手 还是很开心啊 哇 挺不错挺不错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是 人设 其实从小我一直都在扮演一个人设 就是一个乖孩子 我从小就听话 老实 从来都不愿意辜负别人的期望 不论什么事 不管我自己想不想做 只要别人觉得我能做好 我就一定要做到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初中的时候还去跳过健美操 你说本来我一个初中小男孩对吧 我正是荷尔蒙跟武力值迅速提升的年纪 我怎么可能从事健美操这么娘炮的运动 但是体育老师来班里一看 说你这个小孩你个高腿长 一看你就是跳健美操的天才是吧 振兴咱们学校健美操就靠你了 赶紧来 没你不行 我当时已经热血沸腾有道理啊 不靠我靠谁呢 对吧 我当时直接扔掉手里的篮球 跟教练说 教练我要跳健美操 有人跳过健美操吗 是不会有人承认的 不会有人承认 跳健美操是有很专业的服装的 你们知道吗 就不要猜了 没跳过 真的不要猜了 就是那种 女生的连体泳衣 你们见过吗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男生穿的是平角的 所以我初二的时候 我就已经学会了熟练地调整我的肩带 而且那段时间 为了振兴我们母校的健美操事业 我每天训练特别刻苦 那段时间我肩膀上甚至勒出两条印子 我的哥们见到我之后 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简单 话也不说了 直接 然后我只好红着脸跑开 关键 等到比赛那一天 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 别的学校都是穿校服的 其他学校的同学还很诧异 这个学校 都是女生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拿了冠军嘛 全市的健美操比赛冠军 没有什么悬念 对吧 练习勤奋 服装专业 何况还有一个健美操天才 但是当时的我 我还没有意识到 拿了这个冠军 就意味着 我已经被定在了 历史的荣誉柱上 就因为我们拿了冠军 回学校之后 学校还让我们给 学校的篮球队当啦啦队 就是一到暂停啊 中场休息啊什么 我就冲上去 看着那些还没有我高的 篮球运动员 很开心地在那跳 你知道 你知道最诧异的 就是对面的篮球队 他们看到我就 这个人 是他们篮球队一个什么 秘密武器吗 不是 他为什么一直隐藏在 啦啦队里 不是 教练 我们要不要就保存一些体力 因为万一他们下半场 把这个人换上来 你看他体力很充沛 而且他柔韧性好像很好 所以这件事情 就跳检比操这件事 一直都困扰着我 一直都困扰着我 跟随了我很多年 就直到今年早一点的时候 我去拜访我们节目的客户 然后我们当时就边喝边聊嘛 也很符合他们的企业文化 加上客户的代表 跟我是老乡 所以整个过程我们聊得特别顺畅 但是就是整个过程中啊 他的眼神很复杂 就又好奇 他又好像又看穿了什么 最后我们业务都聊到位了 然后酒也喝到位了 客户跟我说 彭博 咱俩原来 是不是见过 我说我是八中的 咱俩老乡 那咱俩会不会是校友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四中的 我是四中的 你是八中 八中 二四的吧 这个 哎 我去你们学校 打过一场篮球带去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你当时表现特别好 你是那个 秘密武器 对不对 然后他问了一个让我特别生气的问题 他说 你现在 你还兼职那个 那个 那个技能啊 秘密武器 我当时酒一下就醒了 很生气 对吧 我说你 你就算是客户 你也不能问这么直接的问题 咱们 而且咱们今天是为了谈节目的赞助 是一个很正经的商业谈判 你说我 难道我西装衬衣 我里边一拉开 还是我那个专业服务 我穿成那样 我这么有病吗 我怎么可能穿成那样 对不对 两期不见了 很想念大家 有些过激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没人记得我开头说什么了应该 确实就是这样 我一直都是一个乖孩子 听话 老师 不想辜负别人的期待 老师跟我说 你能跳剑柄操 我就去跳 大人跟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 我就考了一个很好的大学 说脱口秀也是 别人都说 彭彭你肯定没问题 我也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 他说你把这个logo贴身上 肯定没问题 我说啊 好吧 但是前两期 一下就给我干懵了 就是前两期 我全都被淘汰了 你们可能知道啊 我之前是 都游大王 这个好笑的人设 崩没崩 我其实不知道 但我反正心态 已经彻底崩了 前两期被淘汰之后呢 我回到家 就洗了把脸 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你懂脱口秀吗 不 你不懂 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 其实人设崩了之后啊 我还挺轻松的 毕竟一直保持人设啊 是一件特别特别累的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 自从我上次拿了冠军之后 我们公司就开始 有一个都市传说 说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磅礴接不住的梗 甚至有时候 老板在群里 想展现一下幽默 又没有成功的时候 还会专门爱他我 磅礴出来接一下 我有的时候 走到电梯那边去接了他 发现那里没有人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 过分到什么程度吗 最过分的一个梗 是这样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说 如果我们今天发现 有一个人要跳楼 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人跳楼的时候 讲出一个梗 磅礴就能在地面上 稳稳地接住他 就这种破断子 其实我原来根本不好意思讲 但是反正现在无所谓 因为我人设已经崩了 对吧 讲破梗特别爽 我发现 而且其实 人设崩了之后 我发现 有很多之前 我不敢做的事 我现在都可以去做了 我现在特别开心 我今天录完节目 回去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我的微博上 发自拍 我知道雨晴老师心里在想 他们在说 哇 什么 就是很多朋友知道 我的微博是 从来没有图片的 我发的都是段子 都是那些 看似灵光乍现 实际上是我 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段子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一定要好笑 我是大王啊 我一定要好笑 我从来都不敢发自拍 因为我知道 我不像李旦 我的自拍 一点都不好笑 我知道 一旦我开始发自拍 我的这些同行 都要开始嘀咕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人创作力枯竭了 他的艺术生命 走到尽头了 完了完了 现在我无所谓了 反正人设已经崩了嘛 以后我要尽情地发自拍 想去哪拍 就去哪拍 所以我觉得 人设这个东西啊 既然存在 就是用来打破的嘛 因为别人眼中 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根本都不重要 就像我现在一样 虽然我已经失去了 那个可以随时随地 都逗人开心的人设 但是我也获得了 可以不用随时随地 都逗人开心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庞博 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好 谢谢大家 我上一集节目就被淘汰了嘛 被淘汰了 完了之后 我又被复活回来了 我就一下体会到了 那些复读生的痛苦 就是经历了 像高考失败 这么大的挫折以后 还要咬着牙 重返战场 一边努力 一边被人嘲笑 有人说 你这比喻不恰当啊 是吧 哪有人能 上尽天良到这个地步 去嘲笑复读生 是吧 谁能干出这事 我就干过 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跟一个复读的大哥 关系就特别的好 我就经常看他一个人 坐在篮球场旁边 眼神空洞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就跑去跟他聊天嘛 我说 你看啊 如果你能把这一个小时 用在学习上 你也不至于复读 他听完之后 就满脸悲愤地看着我 我还说呢 我说 你打这表情啊 你脸上的笑容呢 你的笑容去哪了 是不是被你曾经的同学 带去大学了 我上次就是被 逗逗和王勉联手 淘汰的 比赛之前呢 我还跑去 指导逗逗 我说 咱们说脱口秀的 咱们脱口秀演员 在舞台上 不要有太多的表演 你呀 你就是太多的肢体动作了 哎呀 一会儿演个这个 一会儿模仿个那个 谁爱看这玩意儿 脱口秀要有内涵 脱口秀要有内容 听懂了吗 逗逗说 听懂了 然后他走上舞台 二话不说 光光一顿表演 比我多了三十多票 比完了赛之后 我还跟他说 我说 你看吧 是不是只有三十个人 爱看表演 就这个孩子就真的 就不听我话的 这个事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回家之后 我就越想越生气 我就抱了个表演班 我也不是说 不是说我不坚持自己 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我最近就太忙了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再去这个学吉他 我就想嘛 肯定是我平时 没有努力钻研脱口秀 最后被逗逗和王勉 轻松淘汰 这也算是天谴 对吧 对我的天谴 我想明白了之后 我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被这个雷暴惊醒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 那么响的雷 就一个接一个的屁 就给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说好了天谴吗 你怎么还天天谴呢 我说这个雷 是冲着我来的吗 就不努力工作 就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我就浑身颤抖啊 我就对着天空怒吼啊 我说昌天的 你睁开眼睛看看 就其实就是 王勉工作也不努力 就是 就是你想我这么胖 你说你想把我劈倒 你怎么不得来个俩杀 你去劈王勉 你去劈他 你就省雷对不对 后来我想不对 你说我怎么能 这么对我的朋友呢 再说这封建迷信 这也不能倡导啊 就真的如果大自然 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就打雷 就打雷真的要伤害到人 也千万不要伤害到王勉 好不好 就千万不要批到王勉 不要批到王勉 但是你可以就是 围着他批 就是 对 就是就围着他批 就好像咱们以前小时候 画画写边一样 就围着一圈一圈 滋滋 以后王勉 再去街上溜乐的手 背着吉他一出现 一路火光带闪电 我告诉你 周围人看路懵地 你这孩子周围怎么昏身 怎么地估雷明 啪里啪啦 他是不是 是不是穿毛衣了他 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害他 我真的不是害他 我就这样坏人 就无法靠近他了 对不对 就围着他就一直劈 我就看他怎么创作 拿不可及的上台唱歌 看你声大还是雷声大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这一块太牛哥 真是口气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 就是跟大家 主要还是想聊聊高考的 我就想聊聊高 因为我当年确实也没考好 然后我就想 就是人就是面对挫折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平常心 就这次比赛 其实我也挺平常心的 我就想你说 我拿了两季的这个亚军了 然后这一季呢 我努力到头 我估计我还是拿一个亚军 就真的我接受这一切 就是我可以不拿冠军 就真的我接受不拿冠军 就我不拿冠军 那谁也别拿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没有 我就是说 我想说 就是我就想回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高考 不是也没考好吗 就战胜困难的经验 到底是什么样 就我高考没考好 我经历了那么大的失败 我到底是怎么挺 我就到底怎么走出来 后来我就想 我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走出来 我真的我必须得走出来 就是我以前就看到 这个脱口秀演员 就在台上 舞台上就发光发热 燃烧自己 我就觉得 哎呀 你们拼搏吧 我拼不动 我真的拼不动 我现在觉得 我拼得动了 我真的拼得动了 我就是等下次 咱们再表演的时候 咱们就一起好好努力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好好演 就你们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也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想跟你们就 玉石俱焚 想必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被淘汰这件事 对我来说 早就过去了 我只想说 就是这个夜惊于琴 荒于戏 我的失败 可以警示后来人 更要警示我自己 就是明年再有脱口秀比赛 我一定好好努力 真的再也不会被淘汰了 如果我再被淘汰 你记得还要复活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王勉 大家好 大家好 就到主题赛了 是吧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 听起来就很像是我 跟这帮同事之间的关系 就这帮演员 你说熟悉吗 好像也没那么熟悉 就哪怕我已经工作三年了 前两天因为出差 Rock跟我说 哎 方便 帮我把机票一起订了 我说行 没问题 Rock你叫啥 Rock你叫啥 我从来没见到啥 所以 所以我生活中 真的很害怕 与那些不熟的同事独处 因为根本没话说 就我们公司啊 效果文化在25楼 就两个人坐电梯 你能跟他说的话 最多撑到二楼半 哎 来了 哎 来了 三楼 四楼 我先下了 所以我相信你们肯定跟我一样 就是 有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尴尬 你碰到这种同事 你就会主动绕开走 今天这首歌 讲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有的时候你为了躲开他 你变得神经兮兮 他下班站了半个小时 等他的车来 拎着雨 一动不动 远地等待 终于他上车离开 便利店的门外 你才敢从便利店里面出来 今天你们在公司聊了个痛快 一见面嗨 嗨 拜拜 今天对他嗨了六次 让你非常不嗨 你好庆幸 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呀 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 这就是你们的关系 总是相互回避 没有共同话题 昨天上班 他走进你那部电梯 你赶紧逃出没有信号的手机 唯一一次你们相处没有压力 是上次拼车回家 全程十几公里 你总会想起那段开心的回忆 因为他一上车就睡了过去 他也很开心 我言成这样他都能信 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 因为迎面走来 总得寒暄几句 偏偏每次你翻来覆去 只会问出哪个明知乎闻的问题 嘿 老啊 上厕所啊 嘿 江哥 你上厕所啊 呦 戴威 WCR 你上厕所吗 你上厕所吗 赶上高峰期啦 出来有点早啦 你上厕所吗 还得问几遍哪 怎么排队的人那么多 原来是我走错厕所啦 有时候你上完厕所正准备离开 突然他打着电话走了进来 四十分钟之后终于听到他说拜拜 你想站起来 你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 你总是尽可能会避和他的交谈 偏偏回家坐地铁赶上同一班 那天你嚼劲闹只和他撩乱无战 哎 我到家了下了走了 等他离开回头再等下一班 这就是你和同事的关系 如果谁离了职还是会发条消息 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 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 以后没事一定和你常联系 本来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会一直这样继续陌生下去 偏偏昨天却发生奇迹 你们变得亲密 有了共同话题 就因为你发了挑朋友圈 却一不小心忘了把他屏蔽 突然他给你发了消息 说他特别赞同你 你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就因为你发了那条 我老板脑子真的有问题 好戏 这个环节我们一共有五个回合 每个人都有五次机会吐槽对方 第四个回合结束的时候 就是比赛的赛点 在battle过程中 大家可以随时的投票 觉得谁说的更犀利 更好笑 更机智 就可以把票投给他们 记住 红色按钮代表的是斯文 蓝色代表的是建国 定一下这个顺序 因为Rose Battle 这个需要先兔的人 其实不占优势 对吧 你先兔到别人心 不占理 对吧 所以剪刀石头布 不原有 输了的人呢 就先说 剪刀石头布 好 斯文输了 斯文先说 准备好了没有 Let's battle 大家看一下建国的脸 又大又方 简直像个骰子 建国小的时候特别调皮 回家跟妈妈说 妈妈妈妈我要玩骰子 她妈说 我看你就像个骰子 那建国说 嘿好累 玩自己去喽 不 斯文 你的脸只是不大 但不代表她不方啊 你仔细看看 你那个小方脸 又小又方 有一首歌就是拿你写的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建国的脸又大又方 每次站着她都忍不住夸奖一句 建国你好大方啊 斯文今天大发脾气 说为什么那几个脱口秀演员的海报上写着啊 陷下之王 乍场之王 邪音耿之王 为什么我的海报上写的脱口秀一姐 我也要有王 我不要当脱口秀一姐 后来就改成了脱口秀王姐 建国今天跟我说了 敬总觉得在今很不错了 我们已经是全国五强了 五强啊 五强的大米可是很好吃的 还分为不同的品种 有黑无常和白无常 听完这个鞋音梗 有没有觉得人生无常 有一天斯文带着自己的侄子出去玩 街上太热了 斯文就把矿泉水里的水 撒到脸上一点降温 他的侄子就说了 姑姑 你给自己浇水也长不高的 建国啊他有一个忠实粉丝叫小胖 今天来到了现场 大家看看小胖那个样子 小胖跟建国 你都分不清是谁追谁 你还以为他俩都是那个少女团体的粉丝 而且你看啊 肥宅追少女团体已经很可怕了 他俩在一起那就是肥宅追肥宅 斯文呢毕竟也是上岁数的独立女性了 然后她就骨质不好 有很多对膝盖非常好的护膝 有一天呢我就管她借这个护膝 斯文死活不借给我 斯文说 那你万一借了不还怎么办 你把护膝套在你的膝盖上 我又够不着 不就在这儿吗 灵想就代表着这是最后一个回合了 最后一个回合了 没什么意思接着来吧 好 好 最后啊建国我要告诉你一个八卦 我劈腿了 有没有发现这也是一个谐音梗 对而且就是庞博的造型 有没有恶心到你 好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 确实是需要护膝 真是 斯文有一天没化妆 然后我一点都没认出来她是谁 然后她就说我是斯文呢 我就说你怎么证明你自己是斯文呢 她就说不信的话 你就把护膝套到自己的膝盖上 我看我够不够得着啊 谢谢大家 感谢斯文和建国的精彩演出 很精彩 大家好我是蒙恩 我是今晚的最后一个选手 你们知道我从后台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 一直想了一件事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此时此刻 如果张柏阳真的退赛就太好了 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的离开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 他是不是真想退我不知道 但我是真想进的 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实在太压抑了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我对我爸的方式 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他打电话的 喂 行行我知道 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打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哇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的爸爸呢 我一在我心里 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你们见没见过大街上那个孙子和爷爷的对话 孙子 我不吃这个了 我要吃冰糖葫芦 好 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吃你头这么大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吃你头这么大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 你真好 哎呀 我孙子真可爱 你们发现了吗 孙子提的要求都和甲方一模一样 就是虚无 虚无上面还透露出一点俏皮的天真 是我头这么大糖果 我看你头长得像糖果 但是也只有爷爷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把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喽 回家抱孙子去了 看我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上说 萌恩呀 我们要改方案呀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改成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改成我头重大够不够 乙方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这个段子 是我成为一个全职图舞学员的真正原因 因为我的甲方在现场听了这个段子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遇见过最难伺候的甲方是什么样的吗 是那帮搞金融的甲方 他们真的特别装 当年我还在北京 然后有一个搞金融的甲方 他叫刘总 我为了跟他套到近乎 我就觉得 男人之间嘛 就聊一些运动的话题 我很善上运动 不会冷场 我就问他说 我说 哎 刘总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刘总说 我平时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 我仿佛都听见我心里面 有一个足球篮球乒乓球落地的声音 陆地上那么多运动你不喜欢 前面跳两个上山下海的 但是话已经赶在那儿了 我必须跟刘总聊下去 说 哎 刘总 咱俩喜欢的运动还挺像的 哦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滑冰和憋气 但是没想到 刘总还把这个格调往上升 刘总说 但是我滑雪 一年只滑两个月 因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只有那两个月是最舒适的 巧了 我滑冰也只滑两个月 哦 为什么 因为石刹海开车 他们就关门了 我真的特别讨厌 就有点钱就装了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外滩的一个 非常高端的酒吧 讲了一场脱口秀 那一边的观众更多很端着 就是我像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非常真诚地和他们互动 今天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他们甚至会假装没自我地铁 有一哥们刚想举手 旁边 手放下 然后讲了一个地铁段子 特别冷 没人笑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正中间做了一对情侣 那个女的就举了杯红酒 这么看着我 那个表情就好像 地铁是什么呀 他男朋友更讨厌 他男朋友直接这样 求人的交通工具吧 这不是最可气的 最可气是我外滩演完 出去陆家醉到二号险的时候 碰见这两个二号了 地铁来的时候 我说这是什么呀 和系号吗 我说你们俩去坐地铁回哪儿呀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男的回答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答案 他说回到现实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谢谢 谢谢 说实话 我来参加节目呢 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 我希望从此呢 能赚点钱 我挺想挣钱的 其实 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 都想瞎了心了 你知道吗 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 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 但一直没有渠道 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命运都很着急说 你倒是进呢 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 那咱得走个形式啊 没有 没有钱 而且不光没有钱 有的时候呢 我还得一直小心着 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 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 我进去以后 我跟那个店员说 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零 那个店员点点头 然后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你吃这个吧 这个是特效药 见效快 我一看那个价格 我说 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 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 你就给我拿感冒零就行了 不吃是吧 然后他又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零啊 他说啊 这个也零 我当时就很恍惚 我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中文 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 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 那个店员问我 说你咳嗽吗 我说有点咳嗽 那得配个止咳的啊 发不发烧 我说我倒是不烧 那也得配个退烧的啊 当时那个柜台上 放着三盒药 没有一盒是感冒零 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 我能看见感冒零 就静静地在下面放着 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 没有人从我这里拿走过感冒零 他当时想 怎么现在买药是得抢吗 说得哪天半夜 拿把菜刀过去 给我 不是抢 感冒零 你看你脾气这么大 你是干火太棒 你知道吧 这个特效药你去一下火 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 所以我想怎么办 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 我是不是可以后发之人 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 比如我进去以后呢 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 对吧 我一进去以后他说买药啊 我说啊 随便看看 我想买什么药啊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 这话说的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 你有什么病啊 你看我想有什么病啊 他说不知道 但你肯定有病是吧 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 越来越飘渺 到了第十句话 以后他已经崩溃了 可是存在先于本质 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 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 都叫干啥 哪个感冒灵 给你不就完了 干活有点忘了 其实说实话 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的 对吧 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 因为父母特别舍得 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 包括学英语什么的 我有一次 在一个酒吧里 看见一个小男孩 拿着派的在那儿学英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父母带他去那儿 关键他第二天 怎么跟同学吹牛 你知道 哥们昨晚去酒吧了 学了一晚上就 然后他那个派的上吧 有一个口语软件 上面会显示一句话 这个小孩要做的 就是读这句话 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 就会给他发出 这种虚假劣质的欢呼声 然后那天啊 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 所以这个小孩前几次读啊 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 他就在那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 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啊?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 关键呢 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呀 坐着一桌老外 背对着这个小孩 在这桌老外听来 就感觉是中国人坐在酒吧里 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吗?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 没有人 夏天 没有人喜欢 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 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 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 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 我一抬头发现 那边有个老外 但他可能之前啊 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AI交流 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 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点到了下一题 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这老外 Yeah I like winter I like whatever the f*** you like Just shut up 哈哈哈哈 好那个软件 Woo 好现在的 好的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 看过第一季脱口秀大会 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 我有一个称号 内蒙古第一孝子 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是 其实呢你只要知道 我爸小时候是怎么对我的 我还没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我就是孝子 很多孩子小时候都被爸爸打过 那我爸跟你爸不一样 我爸是警察 他有警棍 这种带电的你知道吧 当然他不可能拿这个电我嘛 但是他会拿这个吓唬我 威胁我是吧 儿子 你知道吗 爸爸昨天拿这个 点了一头牛 八百多斤的牛 一击就给 你有牛状吗 没有没有 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电他吗 不知道 因为他不写作业 很恐怖啊 很恐怖 最过分的一次 他骑着那个警用摩托追我 就搞是那警用摩托 带跨斗的 真是 他就 我那天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他就拿了个追 我追了三条街 给我追到昏倒在路边 拎起来扔斗里 旁边的围观群众很好奇啊 说哎呀警察同志 这个小朋友是干了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啊 怎么未成年人保护法都保护不了他啊 当然我跟我爸现在呢 关系已经缓和了 他还经常安慰我 说儿子 没事 你看现在这个 网上经常有人骂你 不要往心里去 想想爸当年是怎么对你的 他们说到底都是外人 外人对你再不好 能有你亲爹不好吗 前段时间我爸妈卖我们那个 内蒙岗家的那个房子 想换一个新的房子 房子还挺好卖的 学区房 不是 是不是觉得内蒙有学区房很奇怪 不应该都是木区房吗 学区房 学区房 看我卖 看房的人就很多 我爸就贪心嘛 他想卖的贵一点 真的很贪心 他居然想卖到每平米 三千六的高价 听完这个是不是就相信在内蒙了 在我们那真的很贵了 然后呢很多人来看房 我爸就想了一个招 他在家给那个墙上很显眼的位置 挂上了我的照片 造成一种赞卖名人故居的感觉 结果但是来看房的人 他不一定认识我 很尴尬 我爸还猛提醒人家 人家想看看卧室 我爸说你再看看墙 再看看墙 后来为了让人认出来 就把那个照片都挂满了 就是我跟各种 这种明星同框的截图 都不是合影 都是他亲自截的图 挂了一墙 然后呢 家里的电视循环播放 吐槽大会 脱口袖大会 不过 这回看房的人都认出我来了 但是完全不明白 我跟这个房子有什么关系 都以为这个中年男人 是我的一个变态粉丝 最后还是卖掉了 学区房很好卖 卖掉了 卖掉以后 画了一个新房 好窄 每平米三千七的好窄 我都不知道换它干啥 然后就开始装修 这个父母装修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吧 平时你不知道 谁在买的那些东西 都买回家去了 然后呢 买了一个智能电视 牌子叫画风 都没人听过 对不对 还有那种红木雕花的那种沙发 那是沙发吗 我坐那个上面 看个电视跟军训一样 是吧 还有这个父母装修的保留节目 电视墙 这电视后面那堵墙 一定要设计一下 我爸选择的是 那个刺绣的玉兰花 娇艳欲敌是吧 就那个电视 再搭上那个电视墙 你就不知道 你看什么节目都别扭 我就看着这一堵完整的墙 我就思考 你说李大人 你为什么要孝顺 为什么要挣钱 让你爸买这样的电视 但是后来呢 我妈告诉我 给我讲了一下 我爸购买这台电视的全过程 其实是个很伤感的事情 我听完就很难过的 可真的 就是他去买这个电视 就是他去那个商场 两口子去逛买电视 大家知道 现在的智能电视 那个遥控器 都有一个语音搜索功能 就年轻人不怎么用 其实大老年人很依赖那个 然后到了以后呢 挨个试 到了第一台电视 我爸过去拿起遥控器 李大 未找到搜索结果 这个国际著名品牌 某星 还就被淘汰了 拿起第二个 李大 有一个吐槽大会 这个某所进入待定 来到了我们画风智能大菜店 李大 吐槽大会 脱口秀大会 出版图书 冷场 内蒙古生人 在西根浩特西院小区 有一处房子要卖 是吧 人家完整 最后这个是看 但我爸真的就是因为 这台电视能搜到最多 关于我的信息 然后就买了这个电视 就是挺难过的 是吧 为什么那些国际大品牌 就搜不到我 刚刚呢 罗老老师说 这个节目以后 这个地方会弄一个台子 掉下去 可能是没有看到我 如果你看到我这样子的 一旦倒下 一个带住双都不够赔的 那罗老师的节目呢 是星期五晚上八点 星期五晚上八点 你能不能再早一点 八点我就睡觉了 我们有录像回放 但是你们看到我这样子 你们可能想不到 我也有媳妇了 对 因为我会做祝国联赌 因为我会做祝国联赌 讲几句就扎开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 颤唯唯的从那边走过来的 一个选手 对我最近也在问我最近 我是不是很老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师 也是有好处的 刚刚那个胖胖介绍一个节目 叫乘风破浪 可以有头发 我不怕 但是那些朋友们都不说我老 都说我很慈祥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我和其他的人确实是不太一样 那些演员们 他们讲脱口秀 讲脱口秀那是发挥热情 我讲脱口秀 那是发挥雨热 如果他们一旦有一场讲报了之后 大家都说 哇 实力担当啊 我有一场讲报了之后 大家都说 哇 灰光返照啊 我的普通话不好 我不说 你们可能没听出来 那脱口秀演员呢 一定要把这个内容 非常清楚地 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对吧 我也这样啊 我把我的内容 清楚地 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面 又推回来了 观众不现实物啊 那所以 你买 买五拍 你现在是不是突然想起来 但总刚刚讲这段子挺好笑 是吧 那我呢 是一个汽车工作室 哦 哦 啊 开员进尼尔 哈哈哈哈 什么啦 开员进尼尔 什么什么 它说开员进尼尔 啊 啊 开员进尼尔 我没见过是我介绍的这样 他已经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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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是疫情原因 那工资打折非常严重 孩子也不去学校去上课了 然后也不去上课了 出去在家里上课 上课之后 因为我老婆看到孩子的同学 他们发的好多照片 在家里的活动是丰富多彩 就特别的高兴 就是跟我去上历 老田 我也想做全职 老婆想做全职 教育孩子这好事 我跟她说我非常支持 前段时间发工资了 老婆一看 老田 你这位的工作是分期付款吗 现在发的是不是首付啊 所以呢就再也不提 这个全职这件事情了 然后呢 因为 这么快时间到了 卡研究员 好 然后前段时间看到 看到我工作之后 她再也不去全职了 后来我也跟我老婆说 我是想全职的话 是教育一些孩子 因为毕竟是孩子 还是比较重要的嘛 然后后来 我老婆呢就跟我说 她说要不 老田 你全职吧 毕竟我是 Car Engineer 好 谢谢到了 谢谢大家 我是老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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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那个 飞飞脑飞 我们今天啊 说的这个第一名啊 做第一名 确实特别棒 我们音乐圈 经常有这种争第一的事 就是说 比如一个晚会啊 或者一个 就是演出音乐节 全是大腕 那怎么办呀 就有那种人 人家说 怎么办 我要压轴 都想压轴怎么办 说那我 我那个 我降五万块钱 我要在所有人后面 这真事啊 那就不能说是谁了 就是不合适啊 都是音乐圈 反正是一位 就爱穿特别紧的裤子的一个朋友啊 然后我一听就急了 让我 我说那行 我找主办方 我说那个主办 我要让十万 我要在最后谈 然后那个人主办说 那个飞玉老师说 那个您这次 那个弹键盘一共就三百五 我说啊 那个 不好意思啊 那打扰了 打扰了 打扰了啊 我在键盘手里 不算那个 就是最爱争第一的 我有一个哥们 他是那个 汪峰老师乐队的键盘手 就是汪峰老师 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 在公体 汪峰老师自己 才带了五套衣服 他那个键盘 刘木柔一哥们 带了八套 然后自己还带了 一个造型师 你们看演唱会 中间不会都会 介绍乐手吗 介绍他的时候 他想啊 绕舞台 就是绕这个 工人体育场跑一周 可是他一跑 汪峰老师也急了 说这是我演唱会 你的演唱会 你干嘛在这 真的 我跟你说 这要不是皮肤太紧 我迈不开腿 我早追你去 太不想话 那个吴欣老师 今天也来了 吴欣老师是那个 湖南卫市著名的那个 是吧 这个 组CP爱好者 吴欣老师 吴欣老师啊 就是比较喜欢组CP嘛 在网上 就那种跟 这前两天 要跟潘卫博组CP 还上热搜了 是吧 那个 只要你想争第一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谢谢大家 我是飞飞造红飞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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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